我朋友不到五天的时间 就怕他学费赚回来了 就跟我保证的一样啊 真的很开心 让人家赚钱很开心 烫法课做讲师拍影片分享 推荐朋友上御法课 连本带力赚回来 还透过社群平台自称仙姑 分享如何创造额外收入 可以把手机的密码换掉 因为每天你如果都有在按的话 会可以让你的磁场变好 那就上万个行动都换成了个密码 自称研究近五年时间 除了开社群教学还PO出图文 有三分之一的人在实践内入群 网友就是算4189人的三分之一 约有1396人 以最初学费688元计算 进账96万元 但有人分享提供了天时 流年 号码等资讯 买彩券或呱呱乐 确贡沽 更有学员透露 学费已经从688元涨到2688元 标榜可以无上限提问 但才问完一提 对方就完全没回应 记得留言 大酸特酸 承认口误也愿意退费 但律师市警恐怕没有这么简单 利用这个几率的然后来获取利益 使得学员误以为是可以保证中奖 那有可能已经设犯刑法339条的诈欺罪 是会触犯五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我不是圣人 我不知道说到底法律该怎么样 有任何不是我们一定都会下家 虽然信众自愿缴费加入社群 但如今争议接种而来 恐怕也是当初爆红时 食乐未及 华视新闻曹生秋荣庆台北采放报道 哈喽 我是易景 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 按赞 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视新闻的YouTube频道